欢迎小朋友进入5月27号礼拜四的第五节 六年假班社会课的线上教学 那现在请小朋友拿出你的社会课本 请翻到第五十六页 好,拿出来了吗? 好,那第五十六页呢 这边呢,就是内容呢 就是在讲迈向世界公民指导 那为了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我们要学习成为世界公民 然后要关心全球的议题 而要成为世界公民呢 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那就是要具备国际视野 要了解国际情势 情势还需要愿意跨越国跟国的距离呢 为世界而努力 这个就是要成为世界公民应该具备的条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在国际地位的一个新挑战 虽然台湾在国际上呢 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但是呢,我们仍然要秉持着 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怀的理念呢 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那落实民主的精神 好,那这个社会关怀的理念呢 主要就是要去多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别人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第一个照片呢 就是我国的传统文化 强调社会关怀的精神 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 一本书 《李运大同篇》里面有强调 在成就个人生命之外呢 也应该当成就全人类与天地的生命 除了爱己也必须爱人 那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就是呢,教导我们 除了爱自己之外呢 也要去爱别人 要发挥那个大爱的精神 好,那第二个照片呢 就是台湾呢 发挥大爱的精神呢 踊跃捐款送爱到灾区 那这个照片呢 就是台湾援助 帮助四川地震灾区 然后纷纷捐款的一个照片 那老师这边呢 就给你们看一下 有关于台湾援助四川地震灾区的一个影片 台湾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还有中国四川强政灾情惨政 各界的援助已经陆续的赶到 台湾也爱心不落人后 包括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率先捐赠了台币2.4亿元之后 富邦、玉龙及中信金等企业 也陆续响应 捐出了300万到4000万不等的台币 要帮助四川重建 而在台湾的一些中国学生 他们也心细家乡的灾情 在现民间的募款活动当中 也将身上的零用钱都捐了出来 四个在明传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 看到中国四川强政灾情严重 和其他中国学生把身上的钱凑一凑 要尽一己之力捐给同时资会 我在台湾祝福亚安 虽然这些学生的家在浙江、江苏和北京 离四川还有一段距离 但他们希望爱心不分国界 台湾也能一起响应 我是希望在台湾尽自己的一己之力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灾民 所以他们过上 起码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 大概起码都要是捐500以上吧 我们今天自己来捐钱 当然同时也希望说 台湾人民众或台湾的学生 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台湾世界展望会电话响不停 二十线几乎全满 不少人都是要问怎么捐款 因为全球展望会 要投入500万美元进行灾后重建 台湾世界展望会也已经开放捐款账号 目前为止我们先第一个阶段 我们向社会大众呼吁 就是能够募得到1000万台币的这样子一个款 台湾爱心不若人后 地震当天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市领投扬 率先捐赠5000万人民币将当台币2.4亿 随后富邦玉龙中信金等企业 纷纷捐出300万到4000万台币或物资 远东集团旗下的亚东医院 更组成医疗团队前往灾区救灾 马政府也宣布将动用第二预备金 捐助近3000万 透过海机会转交海协会 民间企业和政府全部动起来 要让四川亚安灾民感受台湾温暖 记者余帆杨博绝台北报道 好 那其实呢 每当临近国家有灾难的时候呢 台湾各界呢 总是会踊跃捐款 筹措一些物资 那爱心是不若人后的哦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 是在总统大学前举办政见辩论 展现台湾的民主精神 那其实呢 在西元20 这张照片是在西元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呢 多家新闻媒体呢 合办了电视证件辩论会 除了让这个候选人发表证件之外呢 彼此理性的问答 然后同时呢 也开放了媒体跟公民的提问 展现了高度的民主素养 那这个是第13任总统副总统选举 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的发表会的一个照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课本的第57页 那在经济上呢 政府虽然积极与外国洽谈合作事宜呢 签订了各种贸易协定 但要在全球竞争中 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活动的成果 仍旧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那这边讲的贸易协定呢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那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呢 希望是达到底下的以下的目的 就是可以减免关税 然后降低国际市场的障碍 好 增加投资引进资金的技术 好 或者是增加就业机会与竞争力 好 这样子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好 所以才会签订各种的自由贸易协定 好 接下来 另外呢 台湾有这个言论自由的开放环境 人民的文化素养跟创造力呢 获得较较加的发展 如果运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那这张照片呢 第四张 这张照片呢 是台湾与纽西兰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呢 消费者能以较先前便宜的价格 购买到纽西兰的产品 那其实呢 这个台湾跟纽西兰呢 是在西元2013年的7月完成这个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那是台湾第一个与非邦交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那这个纽西兰呢 目前呢 还是我们台湾的非邦交国的国家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台湾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 可以收看或者是阅读多元化的节目 或者是出版品 那在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宪法 第十一条有规定 人民有言论 讲学 著作及出版的自由 那 那也因为 但因为儿童及少年福利 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呢 政府又另外订 另外订这个书籍分级的制度呢 那订定这个书籍分级的制度呢 就是要避免儿童跟少年呢 受到色情或是暴力的影响 那我们 意思是说 我们的书籍的部分呢 也做书籍的分级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那这张照片呢 是台中的老旧的卷出呢 卷村经过彩绘之后呢 成为了热门的观光景点 那这个景点的名称叫做彩虹卷村 它是在台中哦 好 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发想的 也充分的展现了台湾人民的一个创意跟活力 好 那其实呢 这个彩虹卷村呢 它原本是一处即将被拆除的老卷村 那经过巧手的彩绘之后呢 就成为了热门观光景点的彩虹卷村 那也就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 是台湾企业呢 将传统的一个瓷器呢 结合外国文化元素 所创造出来的特殊商品 这个商品就叫做法兰茨 那这样的这个法兰茨呢 它是融合了传统文化 以及独特的工法呢 加以改良创新 深受外国人的血爱 也融获了多项的国际大展 法兰茨 好 接下来 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 世界公民的素养有哪些 好 体认国际地位对台湾的重要性之后呢 我们应该要将国家的公民的观念提升到 世界公民的层次 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再局限于当国家公民 而是要当一个世界公民 好 那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精神 是什么呢 要以不同的方式 主动观认识不同文化 性别 以及种族的人 然后呢 还要以开放的胸襟 和尊重包容的态度 看待彼此的差异跟纷争 这个就是世界公民的素养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58页的这个照片 好 58页的这张照片呢 是 当交换学生跟担任国际志工呢 是我们认识不同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 那透过交换学生跟担任国际志工的方式呢 也比较容易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生活跟文化 那待会后面的课文里面呢 也会提到 好 我们就先 先隔着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两张照片呢 这个是 这一张呢 是非洲 摩尔西族的 这张是摩尔西族的 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 一个对美的方式 那其实呢 好 那这一张呢 是泰国的克伦族的场景族 那各国人民呢 表达美的方式不同 我们应该先了解 才能够做到尊重跟包容 那现在呢 老师要讲一下 这一张有关于非洲 摩尔西族 他们的 脸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装扮呢 那其实他嘴巴呢 这边是一个 这是一个唇 唇盘 这个非洲的 摩尔西族的贵族少女 记住哦 是贵族少女 那贵族少女呢 到了15岁之后呢 会穿破 会穿破下嘴唇 然后再放入淘土座的唇盘 所放置的唇盘呢 会逐年加大 谁愿意忍受痛苦 带上越大的唇盘呢 就表示身体就越强大 就可以为家庭呢 迎来越多的聘礼 跟更高的一个社会地位 那对于这个摩尔西族的女子来说 在嘴唇里带大大的唇盘呢 有装饰的作用 就是一个美的象征 那一开始呢 其实呢 他这样子怪异的一个造型呢 其实呢 一开始呢 是为了避免这个当地女子呢 被其他部落抓去当奴隶 而发展出来的 那实际上呢 摩尔西族的妇女呢 并不会整天带着这个唇盘 为了方便进食呢 他们吃饭的时候 也会拿下来哦 这个就是非洲摩尔西族的 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好 那如果说你对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不了解的话 你会觉得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尊重跟包容 你会觉得说 哇 他这个嘴巴怎会这样呢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 这个呢 是泰国的克伦族的长颈族 好 那这个泰国的长颈族呢 据说女人哦 女生呢 从五岁开始呢 就会在脖子上呢 挂上 戴上这个铜项圈 然后会依照年纪的增 来增加这个项圈的数量 直到二十五岁呢 才停止 那有些人说 这样的装扮呢 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传说中的这个 凤凰 好 很漂亮的凤凰 好 那有些人说 是为了要在生命里面呢 防止被饥饿的老鼠 啃掉这个颈部呢 所以这个克伦族呢 才会在颈部上 颈部上面呢 戴上这个铜项圈 这样子 好 那或者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以前发生战争的时候呢 男人呢 都会出去打战 那女生呢 害怕这个贵重的金属被抢走 然后就把它 做成这个金银或铜环 然后戴在那个脖子上面 这样子 后来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风暑 以上这样的风暑 就是这样子流传下来了 好 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课本的第 59页 好 充实知识跟培养技能呢 是成为世界公民的先决条件 透过教育 加强外语 资讯科技的能力呢 能让我们有更多的管道 去了解世界的讯息 另外呢 我们应该关注全球的各项议题 独立思考 了解问题 找出解决的方法 并且实际行动 那这 这种世界公民的实践呢 不仅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也可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那其实呢 这 课本的第59页呢 的重点呢 就是 要成为世界公民的先决条件 就是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外 外语的能力 还有资讯的能力 有了外语能力跟资讯能力之后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能力 去 了解 世界各国的讯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第59页的图片 好 那这张图片呢 就是学习外国语言 能让我们能够跟外国人沟通 那如果说去国外旅游呢 英文也是最基本的 国外的 与人沟通的一个语言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就是 具备 使用资讯科技的能力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透过网络 可以得到 更多的国际讯息 好 再来 好 第五张这个照片呢 是台湾慈善团体 积极投入国际赈灾 行善 事迹被编入 加拿大的中学的课本 那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形象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 慈善事业基金会的 那个政研法师 那我们 好 那这一张 这个出版品呢 这个 这个应该是在 加拿大的中学课本里面 有提到哦 那就是 这边有提到 就是政研法师 跟基金会的人 到的一个救援的 一个工作的介绍 那就是要让台湾 让世界各国呢 让那个加拿大呢 能够认识我们台湾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尽到世界公民的责任呢 好 那这边有三个答案 三个方式 那也可以请小朋友 未来你们可以去实践 好 那第一个呢 那就是以开放 那就是以开放与尊重包容的态度 来看 看待不同文化间的一个差异 我们要用开放跟尊重包容的态度 来看待不同文化的差异哦 好 再来 好 你要多主动认识与了解 世界的讯息 你可以透过 看新闻 看新闻 也可以了解 国际间的 新闻 有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 好 第三个呢 要关注全球的各项议题 找出解决的方法 跟实际的行动 那我们现在全球的议题 有什么呢 就是环境的问题 或者是还有疫情的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社会放大镜这个地方 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们台湾呢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世界能够看到我们台湾呢 在西元2017年 举办的世界大学运动会 那就是在民国106年的时候 好 就是在5年前 好 在106年的时候呢 是台湾有史以来 举办过最高层级的 国际大型的运动赛事 好 从桃源街场的田径跑道设计 到捷运的彩绘车厢呢 将游泳池田径场 棒球场 足球场 足球场的运动场地呢 搬到大众 交通工具上 处处可以看见 巧思与创意 打造出运动加年华的 一个情境 好 比赛期间呢 国人热情到场加油 展现出台北 是我们的主场的气势 所有运动赛事售票率 高达87% 是历届 四大运售票纪录 最高的一届 那台湾运动金额也拿下了 26斤 34银 30同的 史上最佳的成绩 其中更有突破 世界纪录 亚洲纪录等等的好成绩 那这些运动员 杰出的表现 让国人同感光荣 我们以他们为傲 好 来我们看一下照片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就是 台湾的运动健将的 夺下好成绩 让台湾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运动实力 那这张照片 有没有看到 他手上有哪一个标枪 那这个是我国选手 郑兆春呢 在男子标枪决赛 在最后一发的时候 投出了91公尺36 刷新了亚洲纪录 然后得到标枪的金牌 好 再来 这个男生呢 是我国选手李志凯 他在男子安马的项目 决赛中完美完成了全套动作 夺得金牌 但是得到 在四大运呢 也得到了金牌 好 那这个女生呢 她是我国选手 郭兴春 她在举重 女子组呢 女子组58公斤级呢 停举了第二次136公斤 然后破大会记录 她也是夺得了金牌 好 那这个 她们三位呢 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61页 好 选手村里呢 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美食 像是台湾著名的珍珠奶茶 咸酥鸡 然后牛肉面等 满足各国运动员的味蕾 那主办单位呢 主办单位就是台北市政府 那主办单位呢 也针对每个国家的运动团队 安排了志工贴身服务 协助这些各国的运动员 来处理赛事期间所遭遇的问题 让他们感受到台湾浓厚的人情味 好 那这张照片呢 是主办单位设计的特色 为这个四大运设计的特色商品 那它是一个台湾黑熊的一个图案哦 那 那这个台湾黑熊呢 是我们台湾的 火宝的一个动物 好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四大运闭幕当天哦 好 许多外国选手呢 披着我国的国旗呢 拉着布条进入会场 来感谢台湾在比赛期间所做的一切 那国际大学运动总会会长 马提心呢 也称赞了 此次台北四大运举办的相当成功 日本呢 也派考察团呢 来到台湾来观摩 这次的四大运成功的一个经验 希望呢 能够运用到 7月2020年的东京奥运上 一场国际运动盛会呢 也展现出我国举办大型赛事的能力 也成功将台湾风土民情 展现在世界的面前 让世界呢 能够看见台湾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照片呢 就是参与闭幕式的 他国选手呢 头戴着我们台湾的国企投 投市进场 表达对我国的感谢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思考跟讨论 除了举办运动赛事之外呢 我们还能够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让世界看见台湾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呢 这边有两点 第一个 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各式的国际赛事 国际展览 然后要争取得名 你有得名 你有好的表现 那世界呢 就可以看见台湾 好 或者呢 可以捐款 然后当志工 这样的方式来帮助 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 好 那接下来 好 那接下来 老师要带着你们 完成习坐二 台湾新世界旗 好 现在请小朋友 把习坐拿出来 好 习坐拿出来了吗 好 请小朋友 翻到习坐第四八页 好 好 翻到了吗 好 第十八页呢 好 那这边呢 就是 第十八页 这里 就是 好 我们看一下 台湾虽然小呢 但许多人 有这些大梦想 愿意走出台湾 关怀世界 下列是一个台湾青年呢 为国际社会贡献的例子 阅读之后呢 请回答问题 那意思是说 好 那就是要请小朋友呢 先阅读一下 这一篇文章 好 那这一篇文章 阅读完之后呢 你再来完成第十九页的题目 好 那这边呢 好 那老师就 好 带着你们 好 看一下这篇文章 好 李怡龙呢 自原艺记景观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呢 体认到自己的专长 可以服务更多人 于是决定前往了吉利巴斯共和国 帮助当地居民发展农业 那吉利巴斯共和国呢 他是 他是位于纽西兰 这个国家的上方 他是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国家哦 好 那吉利巴斯共和国呢 是珊瑚 珊瑚礁岛国 被太平洋环绕 他是世界上极贫穷的国家之一 也是台湾的邦交国 他是这个吉利巴斯共和国呢 是台湾的邦交国 好 那因为境内没有淡水 人民呢 只靠雨水过活 所以无法发展农业 种植蔬果 也买不起高价的进口蔬果 长期缺乏的结果呢 人民就变得容易生病 平均寿命只有50岁 那我们台湾 现在的人口的平均寿命 大概都有八九十岁啊 那他们这个 这个国家 吉利巴斯共和国这个国家呢 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 好 那李怡龙呢 刚到当地的时候呢 发现男女生讲话时呢 都对他挑眉 后来了解那是当地打招呼的方式 便认同并融入 那他也用挑眉的方式来打招呼 为了教这个居民种菜 为了教这个居民种菜 他学习了这个吉利巴斯文 就是学习这个吉利巴斯的语言 然后也取了吉利巴斯的名字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他要了解当地的生活跟文化 然后传授农民种植蔬果的技术 教他们克服环境的限制 让居民不但不必依靠进口的蔬果 还可以利用蔬果卖钱 那大家的收入因此就提高了好几倍 许多原本靠救济过火的人呢 如今都能够自给自主 那这个李怡龙呢 他用他的专业来帮助这个 来帮助这个吉利巴斯共和国 这个国家 让传授这个农民 传授这个种植蔬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然后也教他们克服环境 然后有了这些蔬果就可以卖钱 有了收入呢 有让就可以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变好一点 好那以上呢就是李怡龙的故事 为世界的镜头种下希望的这个故事 根据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好小朋友呢要回答第十九页的问题 那第十九 第十九页 总共有三个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依照文章提供的线索 你认为李怡龙具备哪些世界公民的态度或能力呢 好这边的答案不止一个哦 这个是复选题 好接下来第二题 成像题他所具备的态度跟能力 你认为哪一项最重要 为什么 好那你就根据前面第一题的 你所勾选的能力 的里面呢 选一个 你认为哪一项是最重要写下来 例如我认为关爱弱势团体的态度是最重要 因为呢要先对弱势团体有爱心与同理心 才有可能愿意去接受不同的文化 并帮助他们 好那以上就是老师举个例子 那你可以写你自己的想法 好那第三题 就是吉里巴斯共和国除了农业的问题之外呢 也存在了许多儿童没有钱上学的情形 如果想要帮助他们 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那这边的问题的重点是 你要怎么样去帮助 吉里巴斯共和国的儿童去上学 你可以怎么做 好你就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先上到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呢 好请小朋友呢 完成社会习作 第十九页 完成完之后呢 你再来拍照 然后再上传到你们的班级群组呢 让老师知道你已经完成了 好最后 如果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 那欢迎小朋友在群组里面发问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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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